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家人周末又出来散散步了 带着也带着小孩来这个列治文的渔轮码头 就是很多是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了 很多人买海鲜 早上买鱼也会来这个码头来买 比较便宜 比较新鲜了 带大家今天狗揍一揍 这也是一个小村庄了 也有很多小店铺 就像一个很像旅游景点的地方 现在这边没什么游客 这边夏天可能人比较多 好像每年在那边会举办一个三文鱼节 好多人过来烤三文鱼 挺便宜的 我之前很早上早的时候吃过 10块钱一块好像 里面有一个博物馆放着一个火车头 进去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放火车头的小屋子 进去看一下 不知道今天有能不能进去 哎呀门锁的 进不去今天 那只能在外面看了 它本来是开放的 哎那走下个地方 这里一个小孩的游乐场 里面还有个小火车 啊 游轮码头这边小孩的 playground 玩的东西还很多 就是有点旧 但是 花样挺多的 这边还有一个学习 南翔挖掘机的地方 嗯 一只手很难玩 烈志文的渔轮码头 这里的环境挺好的 房子都挺新的 这里冬天有的时候 零下会结冰了 所以户外的水龙头 它都拿一个 类似于那种 那叫什么灶 塑胶灶还是东西 你看每家每户都有灶的 这样子水龙头里面水管就不会结冻了 每家每户都有 哦 这家就没有放 那个应该叫泡沫罩吧 中文不太好了 这样子冬天的时候 就不容易把整个广道结冰 结冰以后 那个广可能会变形啊 到时候 哇 要是广道里面破裂了 就很麻烦了 哇 这家 这家在自己的小院子 种了一个温室啊 没有啊 里面感觉放了圣诞树啊 那他就放了一堆灯了 但还是种的 种橘子啊 今天天不是很蓝啊 今天也没什么游客 挺好的 这里还放着以前船里面的 这个是什么部位啊 嘿嘿 骨肉寡纹 这看起来像什么 应该发动机附近的东西吧 我也不知道 那边挺靠着一个游艇呢 这个游艇 不知道 这边好像有一些游艇是对外 开饭的 就是你可以包一下整个船 过生日啊 开party啊 他就开出去啊 各种玩儿 之前有看过很多这里留学生 都喜欢这样子过生日 这条渔染码头的商铺好奇怪 都是空的 一直都是空的 没人没人买也没人租啊 应该没人租吧 都是空的 也没什么游客 这里那边很多人在钓鱼 在这里钓鱼 这里应该也可以钓螃蟹吧 就往扔下去 过去看一下 搞成一个小码头的样子 哦 只有两头是可以钓鱼的 所以只能在那边钓 你要在那边以内都不能钓 所以这么长的一段都不能钓鱼 只有两边可以钓 对吧 他们在这里吗 下去看一下 所以就只有那一头 跟那一头可以钓鱼 哇这个游轮好大啊 现在突然雪开始下大了 不知道镜头里大家能不能看到 抱着小孩不方便 我们现在先往回走 这栋楼下面的商铺 好像也都没有住出去 都是空的 那这些房子都挺好的 这里直接都是海景房 这里有些鸳鸯 好肥呀 走着走着雪又停了 现在我们走到 渔轮码头主要的商业区了 也是靠海的 有各种各样的小资的东西了 餐厅啊 酒吧 还有海产店啊 带大家过去看一看 这里一整片 都是餐厅 有一家我比较喜欢的 就前面有个周贺家跟天位馆 都挺好吃的 看一下市场下有卖什么 前面这里就是娱乐码头的主要的象征性景点了 白天的时候下面有一些渔船 可以到这里来买 买海鲜 现在下去看一下看还有没有东西可以买 这里停了好多的船 一整排都是 下面还有人在卖 这些酒吧 酒吧 餐厅 都是以卖海鲜为主 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快5点了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卖了 但是看一下吧 有啥可以买的 之前我们有在这里买过那个斑点虾 温哥华斑点虾 现在还没到季节 冰冻三文鱼20块 这冰冰冻的 没有 大家都收汤了 那家也是卖虾 刚才他说那样一栏虾 10块钱15块钱都有 但是都是死虾吧 这床上面放了一个甲轮 要不要去 走了走了走了 没什么店 今天渔轮码头 都没有人啊 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上山步还是不错的 下面这个水上餐厅 夏天的时候人也很多了 也是吃海鲜的 我们去前面逛一下 前面好像有个博物馆 前面这个就是鱼罐头的博物馆 我们到前面看一下 哦 当时做鱼罐头的过程 进去看一下 这里应该就是鱼罐头厂以前的旧址吧 现在 现在不做了 来当博物馆 看一下有啥 看一下有啥 有好多纪念品 哦 在里面就是博物馆 这个鱼罐头博物馆 门票要12块钱一个人 太贵了 就不进去走了 到他门口的礼品店 逛一逛 更多的都是当地原住民的一些一些图案了 这个是以前打卡的机器吧 在这里可以稍微看一点 我当时捕鱼的床啊一些 旧的东西 雪又下大了 现在已经二月底了 马上三月了 温哥华竟然还在下去 对面有一家新开的日本超市 老婆超级喜欢日本小零食的 进去看一下 现在雪突然又下大了 那我们就先去餐厅 躲一躲吧 我要去前面把车拿开过来 这边只能让停三小时 今天我们就去我最爱吃的天味馆吃饭吧 就是这家天味馆吃海鲜的好去处 大家喜欢吃海鲜的可以过来尝一尝 现在雪越来越大了 我先去把刚才停在那边的车开到餐厅这边 那边只能停三小时 吃完饭应该时间就超了 这里就是娱乐码头的商业中心了 各种店都有 就今天没有什么人流量 这整条街 就是各种小店什么都有卖 这个卖书的 一个感觉像卖二手书的小店 这也是二手店 这里还有一个母婴店 专门卖母婴用品 终于走到了 现在去取一下车开过去 一会给大家拍一下我们今晚吃的食物 那边都是一个非常好吃的海鲜 非常推荐 现在才五点出头 餐厅没什么冷 等一下吃饭了好不好 笑笑 今天又出来逛了开不开心 嗯 你为什么一看手机就不讲话了 刚才很活跃的吗 来来来再来放 他很喜欢这样左右摇摆啊 你这摇脖子还怎么 看镜头说话 看镜头说话 他好像在拉死 这个是我们点的撑子 用那个粉丝蒜蓉做的 真的 味道挺不错 大推 他这个车 他这个车 足以的很干净 他据说是 人工把那个沙挖掉 所以非常的干净 这是我呢 这是我呢 这是电手电汤的鱼包大样 粉丝吧 海鲜的味道适应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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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黄金虾球炒年糕 年糕 粘着这个虾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棒 现在的菜都上齐了 刚刚那个银子我们已经 银子吧 我们已经基本上干完了 这个生蚝也非常大 个头非常的大 美式吧 有地点 这个汁 这个汁 我们点的是蒜了 真好 汁也非常鲜 这个鲜鲜 这个是给艾舍的 艾舍 艾舍 给你的 艾舍 好 好了 现在我们吃饱喝足 准备回去买点菜 回家了 下面雪 现在以下非常大 好了 今天的日常周末 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希望的朋友记得点赞哦 拜拜